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晚上在柬埔寨与大马公民聚餐晚宴上表示 由于Omicron变种毒株肆虐 推迟了我国进入地方性流行病阶段的计划 间接性的展延了我国开放国家边境的程序 首相说 他能理解许多旅居海外的大马人 因为疫情缘故而无法回家 因此 我国政府很快就会向全世界开放国家边境 让海外的游子返乡 他也提到 开放边境对各领域都很重要 因为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许多领域都受封锁的影响 尤其是旅游业 此外首相补充 人们必须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 并接受新冠病毒与其他疾病一样 如骨痛热症 伊斯马萨利是应柬埔寨首相洪森的邀请 前往该国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 这一次的官方将加强两国建交65年来的双边关系 贸易伙伴关系以及投资机会 目前 有大约5000名大马人旅居柬埔寨 其中2000人在金边 在 Omicron变种毒株的清晰下 我国的病例持续增加 不幸中也导致密切接触者大幅增加 卫生部长凯理宣布 从3月1号开始 18岁以上并且已经接种加强剂的密切接触者 如果没有出现症状就不需要在居家隔离 而在这些案件中就不需要在居家隔离 此外,如果该名密切接触者在过去60天内曾经染疫,并且已经完成疫苗接种,则无需再进行隔离。 所有18岁以上的科兴疫苗接种者以及60岁以上年长者,原本需要在3月之前接种加强剂,以证明完成接种,但如今,卫生部长凯丽宣布,相关措施已经延长到3月31号。 Bagi penerima vaksin Primer Sinovac berusia 18 tahun ke atas dan warga emas berumur 60 tahun ke atas yang telah menerima semua jenis vaksin, perlu mendapatkan dos penggalak bagi mengekalkan status vaksinasi lengkap mereka. Tempoh masa yang ditetapkan sebelum ini adalah pada 28 hari bulan Februari, tetapi untuk memudahkan golongan ini, mendapat dos penggalak dan status vaksinasi mereka tidak diubah, Kementerian Kesehatan setuju untuk melanjutkan tempoh ini sehingga 31 hari bulan Mac. Bermula 1 hari bulan April, status vaksinasi lengkap untuk golongan tersebut akan tukar kepada tidak lengkap sekiranya masih belum mendapat dos penggalak. Bermula 1 hari bulan Mac. Bermula 1 hari bulan Mac. Bermula 2 hari bulan Mac. 新增7798例居全国之首 沙巴新增3971例排在第二 吉打则位居第三 报2684例 活跃病例增加10745例 至277829例 其中265339人居家隔离 4460人入住低风险隔离及治疗中心 7725人住院 以及305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其中191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国国昨天新增55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累计死亡病例达32488例 其中23例为送院前死亡 累计6629例 国内疫情严峻 许多民众也在疫情之间变成了密切接触者 对此卫生部副部长达多诺阿斯密表示 现阶段卫生部还在评估有关废除 密切接触者隔离的建议 而公共卫生服务领域也已经取消 无症状密切接触者的隔离程序 诺阿斯密表示 一旦废除隔离程序 已经接种加强剂的密切接触者将不再需要进行5天的隔离 而未完成接种者则不需要再隔离7天 无论如何 所有被鉴定为密切接触者的民众 不管是否出现症状 都必须在特定时间内进行日常的筛检程序 卫生部长凯里将在近期内公布有关详情 她是在登家楼寻试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实施进展后 向媒体这么指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天就是柔佛周选提名 所有候选人的提名表格 必须在早上9点到10点期间 提交给56间提名中心的选举官员 对此 选委会秘书达多伊马如定促请所有准候选人 事先填妥提名表格 并且向选举办公室或周选办公室进行审查 确保提名程序顺利进行 伊马如定发文告指出 提名日当天只有候选人 提名人和复议人或准进入提名中心范围 支持者不得在任何地点或提名中心聚集或游行 准候选人受促提早支付安贵金 同时必须在提名日带上付款收据 以作为付款凭据 确保所有候选人的提名程序 能够提前结束以及顺利进行 此外 伊马如定也提醒代表各政党的候选人 在提成提名表格时 必须呈上附有该党标志的批准信 无论如何 周选举期间 各方都必须严守卫生部制定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柔佛州选提明日即将到来 柔佛州国阵敲定议席分配 巫统出站37个议席 马华出站15个议席 而国大党则出站4个议席 柔佛州国阵兼巫统主席德德斯伊哈斯尼表示 目前巫统和国大党已经敲定候选人 而马华在迟明天会有定案 同时 国阵这次上阵的候选人中 超过七成属于新面孔 八成的候选人年龄低于55岁 并且拥有高学历 她是在出席柔佛州选后审人及移交委任账以事后 向媒体这么指出出席仪式的包括国阵兼不同主席阿摩扎希 前首相兼国阵顾问团主席纳吉 马华总会长德德斯伊未嘉祥 国阵总秘书桑利 以及国大党副主席阿索战 大马气象局对大马半岛发出黄色和橙色暴雨警报 预计将出现持续暴雨直到本月26号 根据大马气象局的规定 黄色警报意味着相关地区正在或即将要下雨或雷雨超过6小时 而橙色暴雨警报则代表相关地区正在或即将要下雨或雷雨 降雨量在6小时内预计超过60毫米 目前涉及橙色暴雨警报的地区包括乌鲁登加楼 龙运县河干马碗 彭亨尔连突 关丹 北根河云冰 以及柔活丰盛港 至于被发出黄色警报的地区 则包括霹雳曼容 进打 中霹雳 金宝 巴雁拿都 夏霹雳 马登巴冷和穆亚林 吉兰丹 登加楼乌宿 士兆 瓜拉尼鲁斯 瓜拉登加楼和马让 金马龙高原 利杯 牢雾 文东 大马鲁 马兰和百勒 雪兰娥 吉隆坡 布城 森美兰 马六甲 柔佛东甲 西加墨 马坡 巴珠巴霞 居鸾 笨针 古来 戈打丁一和青山 气象局在文告中警告 长期且持续的暴雨 将会导致低洼地区出现闪电水灾 总可以 继续的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马来西亚世界和平组织 金马数字投资银行 以及国际佛光会携手合作 向阿富汗人民给予人道援助 大马外交部本月23号 向人道主义援助的物资 顺利送达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 当地发言人代表非政府组织 向我国政府表示感激 并强调这份心意让他们非常感动 代表非政府组织发言的阿都卡哈指出 他代表阿富汗人民接受这一份来自马来西亚人民 与非政府组织捐赠的爱心物资 这些物资将交由四个当地非政府组织 派发给激寒交迫的阿富汗人民 并希望这些物资能够协助他们渡过寒冬 国际佛光会世界东南亚副秘书总长 绝成法师表示 阿富汗现在的困境实在令人心疼 所以他亲自带队将物资送往该国 同行的也包括马来西亚佛光山救护队队长 会护法师 浦门杂志副执行长王贵清 以及佛光会义工许俊杰等 阿富汗人道关怀送暖团 一行人本月22号乘坐专机 连同物资从书邦国际机场出发 并在第二天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 把物资转交给当地的非政府组织 这批重达4715公斤的救援物资 包括郁寒冬衣、奶粉、女性卫生衣裤 彩色笔、铅笔及原子笔等文具用品 这些物资目前仅交由四个当地的非政府组织 派发给当地妇女 儿童和老人 穆兴是混乱的达因为 民主书能达到水分之达 最善一色的达让国家的达身 水务资产管理公司主席达多莫莫卡如丁 今天在甲州政府大厦会见甲州首长德德斯伊索莱曼后 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这么指出 他说有关的拨款目前已经批下 甲州将在未来三年内推行12项有关提升水工基本设施的工程 当中包括提升遮内绿水站万里茂绿水站等等 此外该公司将负责工程投标工作 不过有其中10%的工程则是会交给甲州政府处理 以便甲州政府的子公司可以受贿 当中包括制造就业机会掌握水工专业技术等等 莫莫卡如丁提到 这项提升水工基本设施工程将分阶段进行 并从今年开始到2024年 他说甲州目前有五个商业计划正在准备进行 不过将是各州所获得的拨款和需求而定 吉打一名装修工人今天早上在屋顶进行维修工作时不慎触电 尽管校正员赶到尝试抢救 但最后该名工人还是回天法术 亚罗士大销整局主任阿曼奈发指出 当局是在今天早上11点46分接获投报 指一名男子在Laurent de Garde一间住家进行维修时 疑似不慎触电晕倒在屋顶上 当局随即派出六名销整员赶往现场 并立即为该名38岁的男子进行急救 但男子最终还是抢救无效身亡 校正人员已经将死者的遗体从屋顶搬运下来 并且交给警方展开进一步调查 吉打一名男子日前因为讨钱不果而贴骂继父 男子面控时表示不认罪 推示唯有指示患有精神疾病的被告 前往精神病院接受精神评估 并将案件责定在3月22号过堂 现年29岁的被告本月15号早上7点 在沿线一个肝膀向家人讨钱不果 而蓄意伤害继父 因此抵触刑事罚点第323蓄意伤人条文 一旦罪名成立 被告将可背叛监禁不超过一年 不罚款或两者监视 被告在推示庭面控时否认有罪 推示娜希拉询问被告是否明白空撞时 被告表示明白 推示随后指示被告前往精神病院 接受精神评估 并允许被告以4000令吉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外 同时禁止被告靠近受害者 以及每个月需要到临近警局报到 直到案件结束为止 槟城水警日前突袭 佛罗山被搬台亚籍一间民宅 并在民宅后方的储藏室内 发现市值大约15万令吉的走私研究 同时逮捕一名涉嫌男子归案 协助调查 槟城第一区域水警指挥官 桑布索助理总监 今天发表文告指出 根据水警侦查小组接获的情报 第一区域水警在本月23号傍晚6点左右 突击佛罗山被搬台亚籍一间民宅 警方在住宅后方的储藏室 发现大批走私烟酒 经过盘点 总共有530基盒 也就是10万2600只走私香烟 以及688公升的走私酒 市值估计可以达到15万2717令吉 这批走私烟酒主要是供应给 佛罗山被地区的市场 与此同时 警方在行动中也成功逮捕一名涉嫌男子 警方援引1967年 关税局法令第135条 第一款低项条文 调查有关案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再会